就在20号拜登就职典礼进行当中 中共外交部21号凌晨发出声明 宣布制裁28名美方官员以及川普政府成员 其中包括国务卿蓬佩奥 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以及来过台湾的国务院次卿克拉克 和卫生部长阿扎尔等人 将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 与他们有关联的企业机构 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 而前一天蓬佩奥才刚宣布 川普政府认定中共当局 因为在新疆地区镇压维吾尔族穆斯林 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在实际上 中国共产党团 已经冒犯了这些罪 人们继续拒练这些人 不过遭制裁的美国官员在中国几乎没有资产 平日也不用人民币交易 也在名单中的前国安顾问波顿反凤回应说 被中国共产党政府制裁 这真是拜登就职日的好消息 我接受这对我努力不懈捍卫 为美国自由所做一切的荣耀认可 班农也透过《华盛顿邮报》记者罗金的推特写道 受到中共制裁是中共给自己的巨大荣誉 自己会更加努力为中国老百姓争取自由而战斗 新唐人亚特电视唐吉安整理报道